称哲学为神学是 他们是说 只有神学才是真哲学 哲学基本上 研究形而上学 存在宇宙到底从哪来 宇宙存在的意义目的是什么 人的生存目的是什么 人要走向哪里 这些爱智慧 哲学的意思就是爱智慧 寻求智慧的人 爱智慧的人 但是圣经里面提到的那种 不是抽象的思维的智慧 是人格性的智慧 传到这些书里面 那么基督教是真正爱智慧的人 为什么 爱基督爱神的人 寻求真理的人 懂得真正的世界观 价值观人生观的人 所以他们是 向那些哲学家们传道的时候提醒 你们追求哲学吗 像保罗对那些雅典人说 你们看见你们凡事敬鬼神 甚至不知道的神 也贴上个这个碑 坛上贴上个为师之神 你不知道的去拜 但是我告诉你 创造天地的神 从来不住人所造的地方 是切入点 你们关心吗 那好 我告诉你 你寻求智慧吗 真正的智慧是基督教信仰 是这个层面上 他来说 神学是真正的哲学 当然纯粹从定义上来说 哲学和神学概念上是不同的 用现在对神学的理解 和现在对神学的理解 当时教父们 他们是这么理解 为了向那些异教的哲学家们传道 真正哲学吗 真正爱智慧吗 真正追求真知识吗 基督教就是真正的真哲学 你们所追求的 在基督教里面能够找到答案 好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